陈鹤也没想到自己女儿安姐那么倔强,坚决不下水游泳,就算陈鹤的妈妈,也就是安姐的奶奶来叫。 一个月过去,安姐还是只喜欢坐在泳池边上,最多泡泡脚,当一个养生派的腰部后,八气如安姐,上半生完全是干的,网友都调侃安姐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养生局,想看我下水,做梦去,平时估计顺利的微博看多了,这已经不是陈鹤第一次找金女儿咋就那么不喜欢学游泳。 四月份的时候,父女俩一起在泳池边泡脚,一整个上午,无论怎样陈鹤都没能说服安姐,这次搬出自己的妈妈来叫安姐,还是老样子,不知道她这个曾经的游泳冠军心里的挫霸感是有多强,自己喜欢游泳,陈鹤也喜欢游泳。 哦,怎么到了孙女儿这儿就变了,别看陈鹤的妈妈胡晓琳女士有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女士,中国话剧研究会女士,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女士,这一系列和演员影视有关的title,私底下她还是有别的文体爱好,网友清楚的记得。 正是一两个月前上青春同学会的时候,陈鹤的老师古一恩就不小心说漏水,陈鹤妈妈的过游泳冠军,超级厉害的那种,刚说到这茶,陈鹤就赶紧打断老师,很怕再说租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,当时也怪陈鹤自己多戏,抢着在老师面前前摆,同一个桌子吃饭。 本来古老师是在问陈小义毕业那阵,是不是还在剧院待过,真怕老师不记得,陈鹤补了剧我们也在剧院,好像是在上海,陈鹤还提醒老师,他有看过自己的演出。 结果老师只记得陈鹤的妈妈当时在剧院那角演了一个好,那一眼盖滔滔不绝的赞美,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顺,便说陆嘴陈妈妈是游泳冠军。 不过现在陈妈妈都退休好多年了,这才有时间和功夫带孙女,教她游泳,难怪陈鹤如此迫切地想要女儿下水学游泳,只是坐在岸边泡脚固然有点好笑,不过她在安姐才两岁左右的年龄,网友普遍还是胆定,年龄偏小。 过两年在学也很好,又冠军奶奶新自教,她将来游泳一定没问题,陈鹤这个胖子,不就,也被叫出来了吗? 谢谢大家